情龙帮顶级杀手隐姓埋名只希望过普通人的生活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 逼着他只好重出江湖大开插戒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动作片漫画深圈 另一个名字叫做蝎子战士 说起这部电影估计很多人都还有一些印象 其中的招牌动作即便现在来看也是相当的景点 迦勒虽然是一名学生 但他根本没有心思学习 他的梦想是仗剑天涯除暴安良 因此在课堂上从来不认真听讲 只是自顾自的在下面偷偷的画漫画 他画的漫画全是关于武术方面的 把老师气得差点用出来生长披死的 虽然迦勒的愿望挺美好 但是他一点功夫都不会 在学校里整天受欺负 他和好朋友胖子永远是一些同学的重点打击对象 迦勒自幼丧母和老爸相应为命 他老爸希望他好好学习将来能够光宗耀祖 但迦勒根本无心念书 整天在学校里惹是生非 可把他老爸气得不清 华探长是个腐败残暴的家伙 他家里有个叫小如的家伙 长得颇有几分自色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 小如跟迦勒撞家 迦勒是一见钟情啊 从此这相思病算是落下 满口金牙的王老爷跟华探长是一丘之合 两人一直在从事贩卖人口的声音 小如进来送茶的时候 被王老爷一言给相中 华探长也很爽快 答应改日把小如送到王老爷府上 王老爷虽然是个残疾 但他那个儿子蝎子王可是个狠角色 一看有人敢对他老爸出言不许 上去就跟对方掐了起来 蝎子王的蝎子宫可以说 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 很快就把对方揍得不会动 在树上偷看的迦勒 急忙把蝎子王的一招仪式给画了下来 当他听到华探长要把小如送给王老爷之后 急忙拽着小如逃跑 可刚跑出没多远 就被华探长的手下给追上了 小如掉进了水里 迦勒只剩下癌痘的份 迦勒的老爸闻寻而来 父子俩夺命而逃 无意中跑进了一家无数道馆 鸡肉男士道馆的老板 也是一个颇有正义感的男人 在他和一帮徒弟的帮助下 迦勒和老爸才躲过了一劫 迦勒推着老爸往下走 刚好遇见了刚从水里爬出来的小如 小如无处可去 迦勒和老爸只好把小如带回了家 华探长派人搜捕迦勒和小如 一家人只好来到和粉店老板老刘的店里 暂避一时 经过这么一折腾 迦勒的血也上不成了 只好留在老刘的和粉店帮忙 但他一心想着练武 根本就没心思干活 头天晚上见识了鸡肉男的功夫 迦勒非常的崇拜 偷偷来到鸡肉男的道馆拜师学习 这鸡肉男确实有两把刷子 把迦勒看得是目瞪口袋 迦勒跑出去一天什么活也没干 老刘为了惩罚他 晚上连晚饭也没让他吃 接下来迦勒开始跟着老刘学炒和粉 刚开始由于笨手笨脚 迦勒把锅都给摔了 经过一段日子的磨练 迦勒炒和粉的水平 已经跟师父老刘不相上下 转过天老刘前往广州办事 家里的业务就交给了迦勒 虽然老刘临走前千叮咛万嘱咐 可迦勒还是想去练武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 迦勒的功夫是突飞猛进的 70岁以上的老大爷 基本上没有认识他的对手 王老爷一直对小如念念不忘 因此他儿子蝎子王 开始带着人满世界找小如 最后无意中摸到了老刘的和粉店 由于安勒出去练武没在家 小如炒的和粉受到了客人们的一致差评 蝎子王一怒之下 就要砸了和粉店的招牌 迦勒的老爸一看大事不好 急忙和小如藏在了水缸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老刘从广州办事回来了 蝎子王出言不逊 把老刘从头到脚骂了一遍 受了莫大侮辱的老刘 为了稀释宁人 一直忍气吞声没吭气 但蝎子王变本加厉 非要老刘从自己的胯下爬过去 老刘是一忍再忍的 当着街坊四邻的面 没能保住 当迦勒回到店里 才发现和粉店被人给砸了 当老刘得知迦勒一直在偷偷学武 于是便让迦勒跟着自己学 迦勒觉得老刘只不过是个厨子 除了会洗锅翻锅 还能有什么本事 可当老刘一出手 迦勒彻底插了眼 虽然他不知道老刘过去是干什么的 但有一点他很清楚 这老刘绝对是一个世外高人的 接下来迦勒开始正式跟着老刘细舞 蝎子王那出神入化的推法 迦勒至今是记忆犹新的 但老刘的南方五鹰角更是让迦勒大开眼界 在老刘的调校下 迦勒的武功有了长足的进步 洗锅翻锅也成了迦勒的独木绝技 为了解救出胖子家的那个丫鬟小兰 迦勒胖子和鸡肉男一起来到了王老爷家 谎称要购买一批女孩 可在关键的时候三个人身份暴露 接下来就是鸡肉男和蝎子王的一场恶战 如果从个头和力量上来比 瘦小枯干的蝎子王根本就不占便宜 但这家伙显然是我高人的真传 一套蝎子宫使得是畜生入化 加上他跟猴子似的上蹿下跳 最后把鸡肉男给揍猛圈了 迦勒和胖子急忙搀扶着鸡肉男往外跑 可就在这个时候 迦勒看到小儒被王老爷给绑架了 原来王老爷的手下发现了小儒的行踪之后 一把火把河粉店烧了 站在火光冲天的河粉店的门口 老刘的小宇州终于爆发 原来这个老刘可不是一般人 他过去乃是青龙帮的第一号杀手 绰号断龙 行走江湖几十年从未遇到过对手 后来厌倦了江湖上的打打杀杀 隐姓埋名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 他始终认为退一步海阔天空 人一时风平浪静 但此时此刻他知道自己再也忍不下去了 为了救出小儒摆平王老爷 老刘和佳乐杀到了王老爷家 刚开始上来的是一般癌揍 主要功能就是让老刘热热身 此时的小儒正在帮王老爷修脚之间 没多大功夫王老爷兽性大发 就把小儒拽进了澡盆里 听到小儒的呼叫 佳乐急忙来到了楼上 可此时蝎子王也赶到 接下来是老刘和蝎子王的巅峰对决 蝎子王刚开始显然没把老刘放在眼里 可等一交上手 他才发现这个老头不简单 这场决斗的确非常的精彩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来看看原片 这位名叫袁振的动作演员 虽然跟袁奎袁彪没什么关系 但他的一招一式确实很重要 本来老刘已经胜券在握 可没想到王老爷从阴暗的角落给了老刘一下 接下来就轮到了佳乐和蝎子王的PK 佳乐属于慢热情 刚开始可谓揍得不轻 但在老刘的指点下 佳乐逐渐进入了状态 最后利用独门绝学 善于功和起锅刷锅 把蝎子王给摆平了 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 而佳乐也由于表现出色 得了一块寻章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惊吧 天外有天山外山 做事切莫走极端 得饶人处且饶人 以防叫进鬼门关